本章为您介绍图像操作的基本知识 以及新建图像时所必须的相关设定等内容 现在您看到的画面是已经打开的文档 下面介绍如何新建一个文档 有时候在Photoshop中进行涂色、绘制插图、制作合成图像等操作 需要从空白文档开始 现在新建一个文档 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新建 弹出了新建对话框 在新建对话框中可以对多个项目进行设定 这里介绍最基本的项目 在名称栏中可以输入图像的文件名 在这里输入Task 接下来设定图像的宽度和高度 宽度和高度可以在极组预设中选择 单击预设的下拉菜单 在菜单列表中选择国际标准纸张 选择后大小变为A6 宽度和高度显示为毫米单位 分辨率为300像素每英寸 除此之外 还有Web 胶片和视频等各种预设选项 另外 对于已经选定的预设样式 还可以基于其内容进行修改 比如 现在选择的是Web 分辨率为72像素每英寸 单击上方的大小下拉列表 其中有适合显示器分辨率的尺寸 以及常用Web 图像的大小等选项 在预设列表中选择自定 来制作一个自定义的图像 自定义图像大小时 首先要确定单位 列表中有像素、英寸、厘米等七种单位可供选择 这里选择像素 选好单位以后 接着设定宽度和高度 由于这里设置的高度和宽度 与分辨率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 需要设定与分辨率相符的 大小适中的宽度和高度 这里把宽度设为600 高度设为400 分辨率设置为外部图像的标准分辨率72 这样 最基本的设定就完成了 单击确定 关闭对话框 下面 针对分辨率进行说明 分辨率的单位有像素每英寸和像素每厘米两种可供选择 通常使用像素每英寸 像素 是指构成图像的颜色点 分辨率的单位表示像素的密度 也就是每英寸所含有的像素的密度 分辨率的值设定的越大 密度也就越高 换言之 图像就越精致 清晰 请对比这两幅图像 左边的是350像素每英寸的图像 右边的是72像素每英寸的图像 观看整张图片时 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区别 先看一下右侧图像的分辨率 单击图像菜单中的图像大小选项 弹出了图像大小对话框 分辨率一栏中 可以看到当前图像的分辨率是72像素每英寸 另外 文档大小显示用于打印的实际宽度和高度 单击确定 关闭窗口 再来看一下左侧图像的分辨率 选中左边的文档窗口 在图像菜单中 选择图像大小 弹出了图像大小对话框 在分辨率一栏中 可以看到当前图像的分辨率是350像素每英寸 另外 用于打印的文档大小与72像素每英寸的图像基本一致 单击确定 关闭窗口 现在 放大图像 使用缩放工具 分别放大这两幅图像 可以看到 在放大之后 350像素每英寸的图像依然很清楚 但在72像素每英寸的图像中 由于像素的分辨率不高 放大后的画面就显得很粗糙 这是因为 高分辨率的图像 在相同范围内的像素密度更高 所以 图像纹理更加细致 但是 也不能一味认为 图像的分辨率越高就越好 因为 在分辨率提高的同时 图像文件的大小随之增大 这张72像素每英寸的图像 大约是475千字节 而350像素每英寸的图像 大约有11兆字节 这样 虽然最终打印的尺寸一样 但两幅图像的文件大小 却有很大差异 另外 根据输出条件的不同 分辨率即使设定得很高 也不一定能充分体现其效果 在外部网页上使用的图像 根据显示器的显示标准性能 设定为72像素每英寸 即使设定成更高的分辨率 画面中也不能完全体现 只会增加文件大小和数据传输 所花费的时间 对于普通办公和日常家用中的 中低端喷墨打印机 200像素每英寸就已经足够了 另外 在商业印刷中 使用高精度打印机打印的图像 一般设定为300到350像素每英寸 现在 对颜色模式进行解说 请看这里的新键对话框 在颜色模式的下拉菜单中 有位图 灰度 RGB颜色 CMYK颜色 Lab颜色 通常 从RGB颜色 CMYK颜色 Lab颜色 这三种颜色模式中选择 下面 对这些颜色模式一一进行介绍 首先 介绍位图与灰度的区别 位图模式只使用黑色与白色 放大图像 可以看到 即使是显示为灰色的地方 也完全是由黑色和白色来表现的 而灰度模式则使用了不同等级的灰色来显示 放大后 可以看到图像仍保持其灰度级 那样 同级的颜色 请问一点解讯 在 冻 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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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备为穴 成为各种颜色的颜色 看起来